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先前首度松口 日本建厂可能方向 日美雄本日日新闻披露 台积电正评估新建的日本第二组工厂 也就在雄本县局洋艇 预料将落脚在去年底完工的一号厂隔壁 将在2月6号对外公布 并传出将获得日本政府高达7500亿日元的建厂补贴 产业分析师研判台积电雄本二厂 极有可能导入7奈米6奈米以下先进支撑 与苏尼Apple相互结合 供应自驾车智慧车智慧仪表版产品生产 与车商更加紧密合作 贯彻MegaFab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厂策略 其实两者一厂跟雄本的一厂二厂 应该也是一座距离非常近的双丝新厂 那这两座厂的产能也可以彼此互相的一个支援 然后做成未来一个所谓的不同制程的 多晶片封装的一个策略 台积电发言体系表示 全球制造版图扩张策略 基于客户需求 政府支持 以及经济成本考量 持续必要投资 而外传日本三厂评估 设在大阪可能导入更先进的三奈米制程 资金的支持以及补助 能够非常到位的情况的话 台积电也可能会在日本建立一个三厂 AMD NVIDIA 这些客户的话 可能未来他们的三奈米制程的产品 就由交由日本当地来进行生产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董事长刘德英 预料将出席日本熊本厂开幕典礼 日本政府寻求打造先进制程 落地生产 也让台厂加速布局 新打电视高级的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TSMC 明天开始